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脸上皱纹越来越多 教你一个好用的小方法 比面膜还受用 简单使用又省钱 随着年纪的增长 身体也会一天天的变老 皮肤也会一天天的老化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随着年龄增长 皮肤角质成的保湿因子就会减少 皮肤就会缺水 皮肤缺水了就会缺乏胶原蛋白 弹性变差就会长出皱纹 了解了皱纹 我们就简单的对症下药就可以 不用那么麻烦 也不会那么费钱了 而今天的主角就是蜂蜜 蜂蜜中含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 不管是实用还是外用 使用效果都很好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个蜂蜜 到底该怎么利用起来吧 我们先把蜂蜜倒入小碗里边 跟着我们准备家里面的食用淀粉 然后我们准备这样的一瓶白米醋 米醋是一种调味品 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天然的皮肤护肤品 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美白作用的 米醋中的成分可以增加皮肤中的水分 所以平时会见到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白米醋洗脸 不过记得选用度数一定要低一些的 这样才不会对皮肤造成任何的刺激 我们加入少许大概3毫升的量 再将两者充分的搅拌混合 然后涂抹在我们需要改善的皮肤的位置 像天气比较冷或者是比较干燥的时候 我们的脸上和手上就容易起皮 特别是手的部位 本来对于手部的保养 我们就没有对于脸上的这么注重 平时基本上不做什么保养 干活还比较多 就很容易粗糙起皱 经常有朋友念到 20岁的脸,50岁的手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用蜂蜜加淀粉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刚才我们说到 蜂蜜中含有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生物高分子 动物节力组织中的主要成分 胶原蛋白中含有着纯天然的清手保湿因子 能够锁住肌肤中的水分 防止黑色素的沉积 起到美白润肤的效果 所以我们把它涂抹在皮肤上面 就可以起到了对皮肤的保护作用了 而淀粉也是我们经常会拿来勾芡 或者是烹饪时嫩肉拿来用的 生活中就有一款土豆面膜 因为土豆中含有着很丰富的淀粉 将两者结合 能够很好的预防手便粗糙的问题了 一周两三次将这个蜂蜜涂抹在需要涂抹的部位 大概敷个10至20分钟左右 这些部位就会变得越来越嫩滑了 不用花钱去买其他的护肤品 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保养效果哦 方法二 这时我们准备一个鸡蛋 把蛋清倒入容器里边 同样舀一勺蜂蜜放在容器里边 将它们搅拌均匀 使其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爱美是每个人的天性 特别是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 把美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生活中会通过一些方法来达到美白的效果 例如整容磨皮 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护肤品来达到一个美白的效果 但是除了通过这些护肤品之外 蛋清搭配蜂蜜白醋也有同样的效果 我们搅拌均匀将其附在需要附的地方就可以 蛋清具有美白的效果 它可以有效的收紧皮肤 令皮肤变得光滑白皙 一般食用时可以搭配蜂蜜 与富含维生素C成分的原料一起使用 美白功效更显著 一方面鸡蛋清中含有着丰富的优质蛋白 能够促使皮肤的营养吸收 另外一方面 它属于性微寒的一种物质 在清除皮肤里面的一些脏东西方面 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不过记得不要敷超过15分钟 因为时间到担心变肝会反吸收肌肤的水分 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 那样就不好了 正常使用不但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也可以增强我们皮肤的免疫功能 长期使用 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蜂蜜加蛋清的作用了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皮肤的话 可以使用上面的方法 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变化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